第二勘探成功率的世界纪录,远远高于全球50%的平均水平,在素有世界上最大赌博之称的海上油气勘探领域,它无疑是最大的赢家。 在短短的15年,因为它的发现,渤海油田一跃成为海上第一个总储量超过30亿吨的大油田,预计明年将成为继大庆油田之后的中国第二大油田。 那么它的找油秘诀究竟是什么呢? 从现场我们热烈的掌声当中,我可以听得出来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见一见这位找油英雄,到底他找油的秘诀是什么呢? 我们现在马上就请出我们今天对话的嘉宾,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副总地质师邓运华先生,感受欢迎。 你好,邓先生,现场的各位对你已经期待已久了,我们刚才从非专业的角度设想了各种各样找油的办法,有没有哪一种办法你觉得挺可行的? 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考古的问题是说的,就是用蚕字找油,我觉得对于这种浅层的这种埋藏很浅的油,还是可行的,还是可行的。 祝贺你,你真的是可以做到考古和考古展领域,是,然后还有很多人准备要奔到这个火星上去,或者是出海去,反正每天都在外面奔波,这种找油的方式跟你的找油方式一样不一样? 这个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,大家也可能以为就是说我们搞地质找油的风产露宿,被这个包一个篮头,其实我们搞海洋石油,甚至是搞陆上石油看看的话,主要的工作是在室内, 那么我们是用叫做一种地震波的波形来分析地下的燃油,我在这个地方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剖面,我们的桃子带着来,可以帮你看一下,这个是什么? 我们叫它地震剖面,用人工地震,就是说采集,然后在计算机里面处理的,得到的这种资料。 是不是你要在这个地方找油之前,你就先人工制造一点小地震,然后看这个地震的波纹,你就能看得出来? 对,是的。 这个,这像是一幅印象派的油画,它怎么说能看出哪有油,哪没有油呢? 这个我们如果是从表面上看,就看颜色的变化,实际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,很多的参数,它的波形,我们来用它来找。 但为什么有的时候别人都找不到油,你能找得到油? 我想吧,我还是善于去打破前任的一些个传位的一些观念和认识,是创新一些技术,然后在一些构成们也找到油的地方能找到油。 看得出来,现在82%的这个勘探成功率,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,绝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创造出来的。 在这背后一定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做法。 我们现在掌声请邓先生入座,慢慢帮我们来解释,好不好? 好。 来,谢谢,请入。 节目一开始,我们和现场的各种交流,问一般来说我们到哪去找油? 有人说到沙漠里去找油,有人说到海上去找油。 如果我们从陆地找油和海上找油来说,每一个难度会更大一点? 应该说在海上找油的难度更大。